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要知道你给东南亚人民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你们现在还要耀武扬威的 只有这里我们抗议你 画面上的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做刘大江 是仰光最后一名中国远征军老兵 2013年缅甸华人抗议日本政要参拜仰光二战阵亡日军墓地 虽然当时已经接近百岁 但是刘大江老人却是现场呼声最响亮的抗议者 然而就在几天前 刘大江老人因病在仰光去世享年97岁 生前他最喜欢和年轻人讲抗战故事 这一说起战场上的事啊 刘大江老人总是两眼放光 完全不像刑江百岁的老人 日本人在飞机上 我们坐了飞机来啊 从飞机上一压下来的啊 这飞机上就是丢炸弹 机关枪 来自安徽太和县的刘大江 读中学的时候 眼见日军飞机在上海炸死市民 非常的愤怒 便和同学一起投军抗日 1942年 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 刘大江来到了印度兰木加 成为了第二批远征军士兵 参加了反攻密之纳等战役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 刘大江选择留在缅甸 成为了一名中文教师 70年来 他一直告诉年轻人 一个国家落后就会被欺负 只有强大 别人才不敢来欺负你 去世之前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 正和他商量 9月3号到北京参加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事 老人曾说 在仰光的抗日老兵 就剩我一个了 如果有机会 我还想去一次北京 最好是 今年我想去参加纪念大会 谁知道 这个心愿却再也无法实现了 目光 聚焦菲律宾 来看一张拍摄于1938年的老照片 照片当中的这位少年 名字叫做许良峰 出生于福建晋江 当时还只有17岁 不过他已经是马尼拉中国劳工抗日歌勇会的秘书长了 后来还成了吕飞华侨抗日活动的主力 不仅挽救了不少吕飞华侨的生命 更是在对敌地下斗争当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1942年美军撤出菲律宾 菲律宾成为了不设防的城市 很快就被日军给占领了 马尼拉民众终日惶惶 纷纷往偏僻的地区去逃难 许良峰在重工转移了部分吕飞华侨之后 于第二年奉命调往了肃物 开辟敌战区的地下抗日工作 肃物位于菲律宾中部地区 当时正在日特的恐怖统治之下 非常的危险 许良峰他是胆大心悉 悄悄地联系上了好几位统治 你看这人有了 但是没有活动经费怎么办呢 许良峰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办饼干厂 不过当时他们谁也不会做饼干 没关系 他自己去找师傅学 去找面粉 他们就用木瓜粉来代替 经过反复的试验 许良峰和战友们制作出了一种口味独特的饼干 没想到还颇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这下饼干卖好了 既解决了经费问题 又能够以此来掩护大家的身份 真是一举两得 那么接下来的许良峰就一边办着饼干厂 一边开始组织地下抗日活动 很快成立了区伪领导小组 但是速误的日子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有一天傍晚 一对全副武装的日寇 突然杀气腾腾地闯进了区伪领导机关 由于事出突然 原本许良峰放在一只藤箱内的机密文件 已经来不及转移 几本进步书籍比如说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都无处可藏 如果这些机密文件和进步书籍被发现 速误的地下活动组织将暴露 同志们也都有生命危险 面对即将到来的日寇 许良峰和战友们只好把这个书塞进了藤箱上面的几件衣服当中 日寇端着刺刀对着许良峰和他的战友们在屋里屋外翻箱倒柜四处搜查 有一个日军把手伸向了紧靠墙壁的藤箱 大家那个时候都特别的紧张 这个时候许良峰站了出来 只见他面不改色 沉着镇静地抢先上前 主动地将这个藤箱的盖打了开 将箱子里面表层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拿出来 抖给日寇来看 日寇一时没有看出破绽 又见许良峰如此的沉着 于是就放松了警惕 转而搜查别的地方 同志们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是放了下来 许良峰的机制保住了机密文件 以及所有同志的安全 抗战战争胜利之后 许良峰跟随党组织回到了祖国 此后他曾任职福建省桥连 一直为祖国和海外侨民的紧密联系而奔忙 1994年 许良峰在看望归桥的路上心脏病突发 在福州去世享年73岁 视线聚焦美国 画面上这位是今年23岁的重庆女孩李宁子 您别看他研究生毕业刚一年 他如今已经在旧金山自己开公司了 前不久还获得了100万美元 约合600多万人民币的天使融资 您可能会好奇 这个90后的小姑娘是靠什么得到投资人的青睐呢 美国市场其实是非常saturated 非常饱和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一些人会反而看到说 中国市场非常巨大 原来李宁子的创业项目是一个跨境的服装电商平台 简单的来说就是海外代购 他说客户在传统的海外代购网站上 只能看到衣服的图片 但是在他的平台上 却能够直接跟海外的时尚买手交流 买手们了解了用户的喜好之后 就会替用户去购买趁心如意的服饰 其实在自己创业之前 年纪轻轻的李宁子 就已经在硅谷得到了一份高兴工作 然而他并没有沿着那条看似光明的坦途走下去 反而是赐了工作 选择了创业这条前途未卜的道路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更愿意去折腾去做一些 我不太能够预知到结果的事情 这对于我来讲 反而才是年轻或者说人生的价值 如今李宁子的电商平台 已经有了上万名用户 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 这种勇于尝试和创新的精神 的确值得让我们为他点个赞 同样是来自美国的消息 来看 画面当中从布鲁克林刑事法庭 走出来的这位 是纽约华裔警员梁彼得 前不久他涉嫌枪杀 非洲一男子阿凯格林一案再次开庭 据了解 庭审仅仅进行了不到十分钟 法官就驳回了梁彼得的律师 在五月份提出的撤诉要求 我想您可能还有印象 梁彼得案发生在去年的年底 当梁彼得和搭档 正在一座漆黑的政府楼内巡逻的时候 枪支走火 子弹通过墙壁反弹到了 当时正在上楼的非洲一男子阿凯格林身上 导致格林死亡 事件发生之后 梁彼得被控误杀等重罪 这一旦罪名成立的话 他将面临着至少15年的刑期 这个消息瞬间引发了全美华人社团的强烈反应 加州华人维权组织 美国华裔平等权益协会的副主席彭里坤表示 在梁彼得案发生的那段时间里 美国发生了多起类似案件 唯独梁彼得这起案件被起诉了 他认为梁彼得应该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审判 不应该拿他做一个政治的案例去安抚任何一个主义 据了解 法官决定9月底再次开庭审理此案 目光在转向巴西 最近当地有几位华人店主 在使用刷卡机位顾客结账的时候被骗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前不久 一位华人店主在营业的时候 接待了两位当地顾客 其中一位要买东西 并且提出要刷卡支付 当店主把刷卡机拿过来 就在对方要输入密码的时候 另一位顾客开始和乔包攀谈起来 您能不能帮我拿一下内建产品 也就是您身后的内建 等这位乔包拿到东西转身回来的时候 刚才输密码的那位顾客 就把刷卡机里的支付单递给了他 当时这位乔包也没有仔细看支付单 没多想就把货物给了这位顾客 但其实他转身去拿东西的时候 那位顾客正在输密码的那位 并没有真正的输密码 而是迅速的从兜里边 都拿出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刷卡记录 由于咱们这位乔包也没有仔细核对 骗子就这样顺利的拿走了货物 并溜之打击 你看虽然这种骗术听上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您只要是稍不留神 就会上当受骗 在这我想提醒当地的华人朋友 交易期间一定要认真地核对单据和钱数 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上了骗子的当 视线在聚焦泰国 泰国一直都是中国游客的热门旅游地点 据泰国旅游部门近日的一个统计结果 今年1月到5月份中国服泰国旅游的人数超过了300万 创下了历史信号 不过我们要提醒您的是 当您在一些旅游网站上看到什么 零团费 惊爆特价 泰国旅游只要799元 这样夺人眼球的广告语时 千万别信 因为这背后很可能曾有猫腻 前不久中学教师刘女士和八位同事 每人向某旅行社交了1000多块钱的团费 到泰国去旅游 结果到那之后遇到了不少需要另交费用的所谓自费项目 我们从一位经常带队跑泰国的领队大里了解到 去泰国旅游的基本花费大约是每人4000元左右 而那些宣称只要一两千块的旅游线路 很可能会强制游客购物 或是会形成缩水 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旅游陷阱 我们作为普通游客又该怎么办呢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部长科布凯恩 他建议说 中国游客在泰国最好的维权方式 就是直接拨打1155旅游警察热线 及时寻求帮助 目光在转向香港 你看 这件汉代的金铝浴衣 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的炼服 是用4000多片上等的新疆和田白浴和金线支撑 也是到目前为止 国内出土的金铝浴衣当中 年代最早公益最精湛的一件 之前这件金铝浴衣 连同其他100多组汉代文物 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展览的主题是 汉武盛世帝国的巩固与对外交流 吸引了大批香港市民前往参观 在香港举办这种展览的也是 有助于香港民众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 当然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内地和香港自古以来的这种密切的联系 目光在转向澳大利亚 争取种族和谐的道路 漫长而不平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悉尼雨轩诗社朗诵的诗歌 世界不能忘记 一些现场观众听着诗歌竟然是山人泪下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活动呢 原来前不久澳洲淘金华人死难者攻击大会 在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大厦举行 攻击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到澳洲淘金的罹难华人 在100多年前 数万名来自广东福建等地的华人劳工前往澳大利亚淘金 但是就因为他们太能吃苦太过勤奋 而且拥有独家的施法洗净技术 华工遭到了来自欧洲的淘金工人们的嫉恨 大大小小的暴力排华事件是屡屡发生 在那个期间数千华工因为疾病或者是排华事件死亡 更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死难者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安葬 据了解活动当天有将近200名华侨华人出席 工绩活动发起者澳洲华人总工会主席陈青松表示 日后要将工绩办成系列活动 从多个角度来悼念死难同胞 再来看智力 中国和智力便利人员互惠安排也于7月1号生效了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中国和智力双方公民的短期旅游探亲商务 还包括官方访问学术交流的签证费用都免去了 同时如果您持有有效期六个月以上的美国或者是加拿大签证 将享受免签证待遇 但是过境签证除外 事件再转向沙特阿拉伯 今日要去沙特出差或者是旅游的中国公民 大家要注意了 沙特已于6月18号正式进入了摘月 沙特法律是明文规定 摘月期间沙特境内穆斯林必须严格遵守宗教习俗 每天日出后到日落前是不得饮水和进食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境内非穆斯林在进食时间段 也不得在公共场所或者是穆斯林面前饮水 进食或者是吸烟 不得提供可现场消费的食品饮料 否则将面临着遣返等严厉的处罚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馆提醒战月期间 所有在杀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禁食期间切勿在公共场合 饮水饮食或者是吸烟 注意妥善安排作息 好我们再来看意大利 你看 颇具中国民族特色的舞蹈花山丽影 反映中国桑残文化的杂技 桑尖精灵 这日前不久在米兰士博会中国馆拉开帷幕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活动周 你看 这是中国馆内常设的花山严画场景体验 它通过3D立体化的视觉模拟 将高科技和广西的旅游特色 严画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吸引了不少当地人前来参观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您听说过帆尸节吗 这个翻尸顾名思义就是翻动尸体 这怎么也能成一种节庆呢 就让我们和华人探险者张新宇梁洪去马达加斯加 看一看这奇怪的节庆 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位于印度洋西部 在魏格纳的大陆飘移雪中 这里本来是非洲大陆的一块 由于壁峭的运动而脱离了非洲大陆 公元一世纪到十世纪 印度尼西亚人和阿拉伯人陆续迁入移居 马达加斯加岛 并从当地人通婚 形成了马尔加世人 而马尔加世人也有着自己的传统 2014年 华人探险者张新宇梁洪来到了这里 探望当地的习俗 咱们去看看他们的墓地是什么 为什么来这样呢 在这有一个极特殊的传统叫翻诗节 他们会把入土之后的人 在五年或者七年挖出来 在那扛着 然后就开始蹦蹦跳 跳再高再高 这就是这位老人家的墓 里面埋的是他的父亲 十二年 明天见到在这儿 翻诗 这就是马达加斯加 有着这样奇怪的 至少我现在还不能理解的 传统 张新宇来到了迈利纳人的公共墓地 每年的翻诗节都会在这里举行 那现在能够看到 我身后连树上都已经爬满了人 因为今天我们来参加一个翻诗节的仪式 那他们现在马上要开始的一项 是翻诗礼上很重要的一项 就是他们要宰杀一头牛 然后来作为祭品来献祭 翻诗礼上所宰杀的公牛 都要由翻诗礼主持者提前准备好 对于大部分当地人来说 这头牛甚至比自己的房子还要值钱 但是在这些马达加斯加人心中 为祖先举行的翻诗节 比自己的财产还重要 然后感谢这头牛 为了祭奠他的祖先 二九道的牛身上 全村人都在这儿 不管大人孩子老人 男人女人 然后请来了村里最好的姑姑 然后现在牛杀了 牛被抬到了 墓地的门口 必须要把他宰掉 而且宰杀他们的人 包括村子里所有的人 包括看的所有人 都非常的高兴 他们认为这是祭祀仪式开始的第一步 而且是非常成功的第一步 他在感谢这些杀牛的人 宰杀完牛之后呢 家里最年长的这个人就拿着酒 到处的敬酒 让每一个人喝酒 然后当时我们就说 这也是其中的传统这个礼仪嘛 当时就说是这个酒呢 也代表着他们的一种情绪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日 大家一定要有酒来助兴 他们这儿的习俗呢 就是真的就像农村大家庭的那种感觉 就是大家就用一个杯子 当地人告诉张欣宇 翻尸节只有马达加斯加高等种姓 麦里纳人才有资格举办 他们在亲人去世五年之后 就要将死者的尸体挖出 并且进行翻尸 他们认为死者的灵魂 能够主宰后人的祸福 如果不按期给祖先翻尸 那就是莫大的耻辱 会遭到诗人耻笑 我后面依然是那个墓地 可以看到一座一座的墓都在后面 但是你们想看看另一个场面 在这个墓地的门口 看看这 这是一个小车 他卖一些面条啊 蔬菜啊 炸篮子 居然有N多的小商小贩 来到了墓园的门口 瞬间地支起了小摊位 当时他给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这就是 咱中国的庙会 这有扛着包卖衣服的 然后有卖各种饮料的 还有卖各种吃的的 然后居然在那边 我还发现一个摆地摊堵钱的 现在家族的组长已经要所有的人 外面这几百行人统统进入当地了 家族成员会在最后 跟着乐队一起进来 现在外面鼓乐声响起来了 死者的家属 应该叫排着灵鹫 准备进入这个墓园 中午时分 范氏节正式开始 这就是范氏里一双必要的灵鹫 他由丹架 果实布和草席几部分组成 早在范氏节几天前 就已经被准备好 每个人都争着去抬一下 死者的姐姐 进入墓园之后 所有的人都开始在歌在舞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不像是祭典 反而是签订 想象的你在一个墓地 你掘开一座坟墓 你把尸体拿出来 这感觉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在现场一点恐怖感没有 仙人的妹妹就一直拉着我的手 就是站在那个墓的旁边 她就跟我说 她说你看一会儿就可以挖出来了 他们觉得这个藩氏里 是一件非常至高无上的 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个礼节 他们是希望我能够感受到 他们的仙人是和他们 一直在一起的 一点一点的墓园都拉开 我一开始认为尸体怎么也会埋到一米五的两米 因为多数情况都会埋到这么深 他们埋的其实特别浅 我当时看他们大概有20公分到30公分的样子 就是一个麻布包 那个麻布包其实就是果实布 就是他牵人的尸体 然后不做任何消毒 他们就这么直接的把这个麻布拿去 当这个尸体被挖出来的时候 整个现场我不知道是心理因素 还是确实是这样 就是整个现场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 我想那可能就是死人死了之后那种死败的味道 他在想到这嗓子都哑了 因为当时开玩笑的时候 说是一嘴的骨灰 真是那个土很干燥 然后很细 就飞起来 拿出来之后 就开始有人在抢了 他的亲人 他们认为能触摸到尸体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幸运的不得了 所有人都在跟死者说 说家里一些好消息 比如说谁谁谁结婚了 谁谁谁考上大学了 诸如此类的吧 每个人都在说 向死者说 起来了 尸体被拿出来的时候 那个老太太坐在坟的旁边 变得累了 后来她跟我说 她说在马来加斯加的这个 三十里 是不认准落泪 落泪就是不好的一件事 然后但是她是这么跟我说 她说她流下的眼泪都是幸福的眼泪 因为她很高兴能做这一件事 他们心目中虽然仙人死了 但是并没有离开他们 这个仙人是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的 只不过这次是把仙人抬出来 然后让他看看现在的景象 然后大家跟仙人说说现在生活的状况 然后这个部分结束之后 他们会把尸体直接放进 他们之前准备好的那个单架 就那个有点像棺木里一样 那国好的尸体呢 就被人家抬起来 然后就在墓地的周围开始游行 就是大家抬着这个尸体 非常高兴地跳着舞 然后随着乐队的这个音乐声 起舞 就是真的当时我觉得作为旁观者 作为一个外国人 看起来这一幕简直太怪异了 怎么能这样 就是这边应该是一个很悲伤的感觉 因为你们看到了故人 然后看到了仙人的尸体 但是在他们后面就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当时的就感觉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 就是当地人在欢歌笑语 然后在跳舞 在音乐 然后还有人拿着酒在喝酒 但是你看到的就是被挖开的坟墓 然后沾着血迹和污迹的果实布 你所感受到的都是那种死亡的味道 所以就是很强烈的反差 其实在咱们认为 这事应该动用心 但其实在咱们的家人办得越热闹 来的人越多 然后祖先就会越高兴 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 老人说那好吧 我们就可以把祖先送回去了 然后所有的人再把祖先的尸体剥好 放回到墓地里 然后再把坑填上 结束的时候 让所有的人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老人开始讲话 据我当时我们找的向导说 他的讲话大体内容是 说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嘉宾 我的祖先就是埋在坟里的那两位 会非常高兴看到今天的情形 要做这种藩师礼的意义 对于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把家人都团聚在一起 然后他们认为死去的人 是上了天堂 是变成了天使 是和他们在一起的 看这间墓 这座墓点上上去 还有个通气孔 底上有一个通气孔 这座墓上也有这种通气孔 可以看得出来 这座墓被打开过 外面用的水泥还都是很新的水泥 在马拉加斯加 给我的感觉人死了并不是死了 人死了只是去另一个地方去居住而已 然后人在灵魂在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预约收看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